中影公司 製片部 開始來拍這個面子 事實上我在中影公司製片部服務的時候 大概監製了有23部電影 在今年的時間裡面 一般台灣的新導演 大部分第一部電影 都是由中影公司來先發動的 那個時候中影公司有這個能力 能夠來支持那麼多年輕朋友 來參加這個電影的行列 那那個時候在中影公司做這部部電影 我覺得很挫折 就是輔導了那麼多導演 拍他們第一部戲 但是大部分來講 票房都不是非常一些項目的作品 我非常挫折 觀眾已經不來看我們的作品 然後剛好新電影有走路到一個瓶頸跟瓶頸 甚至於說1983年 這些戰將啊 這個兩位棋手 回笑一下楊德昌所代演這個新電影 當年這麼引起的騷動 那後來就忽然就消失了 所以也變成 我個人也覺得有一點自暴自棄 然後我所發動的我做製片的這些作品 票房也都不是好也不好 所以就很挫折 所以等到中影公司結束以後啊 中影公司這個招牌也走入了歷史 中間也有困頓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到學校教書 那就每天跟年輕朋友孩子們在一塊 然後也都每一年會指導這個畢業製作 所以在指導畢業製作 包括這個新墜獎 也相當受到矚目的裙子啊 什麼這個 一些作品都是我的學生他們做的 那也都票選什麼最佳影片啊 什麼覺悟的腳步啊 也都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可能還是需要帶領 所以說 我在學校一直教這個電影製作 教劇本寫作 然後教當代影像這三門課 我主要的主力在這三門課的過程中 我也發現說我們需要年輕的製片 然後對於年輕的導演 我們需要有經驗的傳承 所以一直在大學裡面 這五六年都在全職的交付業 非常的開心 但是呢總還是有電影的夢嘛 這個夢還是在 所以那個時候就大概在五六年前 我就到 那時候我在基金會服務 到長安來 兩岸來來回我也開會 就認識大陸上那個趙東銘趙老師 他有一個原著的文學劇本 很短一篇 叫做山東饅頭 我看怎麼一個大陸的 有一個編劇家 有一個作家 能夠寫一個大陸兒子來台灣探親 我覺得好驚訝 趙老師從來沒來過台灣呢 他就跟我 就跟我介紹認識 他把這個文學的劇本給我看 那我說趙老師 我說我覺得很驚訝 那他居然問我說 這個李導演 我對你作品都很熟悉 你為什麼老拍這種 老兵的這種故事 我說我爸爸是老兵 他也對台灣電影很了解 那他說 那我沒有來過台灣 台灣這個情節 你來看一看 那他寫的這個台灣部分 他沒有來過 想像的他跟真實體會是不一樣的 我就跟趙老師講 我說台灣這部分 我來幫你補上去 然後把年代再往後延 從1980年一直延 延到2009 延了再延了十幾年 所以這裡面的角色也好 劇情也好 甚至於整個那個場景的時空 包括兩岸已經直航了 結彎取直了 可以大陸直接飛到台北的松山機場 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劇本大概在最近這兩年多 我大概寫了四十個 反鄉探親 我就看到很多老兵 濕進 褲子都濕了 尿濕進 這麼激動 然後磕頭 把這個額頭都磕破了 在地上 我親眼看到 所以無性國那個角色 也許有些朋友覺得他是over 那我是跟他溝通 覺得over一點點 因為大家沒有站在一個老兵的爸爸旁邊 看到這個老兵 離別家鄉幾十年 他回到了那個家鄉 他的激動 我們虧欠我們的父母 太多了 我們父母我們都已經走完了人生了 甚至有些兒女 因為太忙於事業 甚至於太忙於自己的生活 他並不是不孝順 他沒有時間去關心父母 他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多餘的時間 沒有多餘的感情 關心 原來自己爸爸曾經走過那個動盪的那個年代 我們這個年代 我們這個國家 虧欠了 虧欠了這些老爸爸 這些老兵 當這些老兵都沒有人再講的時候 我來講 我作為一個老兵的小孩 我剛好是一個電影工作者 我用影片 我用我的劇本 我來講 我希望能夠 還老兵一個感受 公道我不敢講 我還老兵一個感覺 我用一張自騙一下 大部分上他那個 這個自騙團隊 電影團隊的組成 比台灣更細 基本上 大部分上是由蘇聯那個體積下來的 那基本上參照了美國好萊塢的 有很多自騙業務 他自騙非得很多 有自騙人 有自騙 有執行自騙 有這個聯合自騙 還有一個外聯自騙 還有生活自騙 我通通寫在我那個 如何拍攝電影 第三百個曲線 我覺得大陸上 這幾年的電影 它的分工更細 所以可以看出來 大陸上電影 它拍得越來越 走比較精緻化 國際化 但它的這個 實際上 它 製作這個團隊 分工 我講一句客觀話 比台灣要 來好 中國都好 它有很多生活自騙 像我們這部戲 有三位生活自騙 我這部戲 基本上來講 不是一個大製作 是一個中級製作 大概團隊裡面 連我們台灣台灣 跟大陸團 大概一百人左右 一百人左右 然後我們 拍1949抓兵 那一個禮拜 來三百五十個兵 三百五十個加一百個 大概四百五十人 就那個禮拜 每天有四百五十個 在片場 這四百五十個要吃飯 這四百五十個的睡覺 這四百五十個的 車輛移動 叫轉點 變成非常大的學問 所以它有很多 生活自騙 那生活自騙呢 它是做什麼呢 像我們這邊 就有兩個生活自騙 專門照顧我們吃住 我記得我每次開完戲 回到我的房間 就是九十點 我就洗碗子 已經太累了 我的飯都吃不下了 我一定會先睡 大家都不願意打 我就先洗個澡 先睡覺 所以要大概一兩點 兩點我的習慣就會起來 然後寫第二天的分鏡表 分 然後那個 那個製片就給我 準備稀飯 我記得很清楚 真的我好謝謝那個李製片 稀飯 然後蔥油餅 饅頭 它小了台灣的 我們都吃得很辣 它吃那個醬瓜 然後我後來聽 我們這個葉製片 我們台灣製片講說 人家每次看你吃飯 他偷偷地在旁邊看你 他派他注意來 他不好意思 他每天站在我旁邊 看我喜歡吃什麼 他對我在觀察 後來我就聽我們的葉製片 跟我講 觀察我吃的習慣 我很少看到 大陸上的核牌公司已經從一種 比較官僚的體系 變成一種服務的體系 他跟我們主動到機場 報官 提底片 送禮片 安排 充印到華客公司 哇已經變成這樣 把我們填表 我心裡想 哇這是中國大陸耶 怎麼會這樣子 我很意外 另外一個感覺 大陸上給我的 就是所謂你們講的 叫紅頭文件 我那天很幼啊 就是大陸上 我的劇本的修改 拍片 一些規定 我從那邊看到大陸上 一個紅頭文件 這麼可奇 我簡直撒掉了 建議導演 什麼什麼什麼 我心裡想 哇這有沒有搞錯 我覺得他們現在也從那一種 比較服務的 就是 他的這個 不管電影局也好 或者核材公司也好 他是提供服務的 就是基本上來講 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就很了不起 大陸上 你一定要有立像 立像有一個文 有一個文號 那個文號才能進底片 才能器材 到哪裡去 你要攤開那個文號 各地的公安 才會來幫助你 租金 借金 安全 你要報公安 有這個文號 那很多電影也在拍 都沒有文號 回來我問 公安都知道 只是他不來抓你 因為他把你覺得 好像拍電影都很偉大 都是藝術家 他就很支持 他就沒有動力 他都知道 我問他怎麼可能不知道 晚上賣宵夜都知道 我們在哪拍 他我也不知道 不可能的嘛 所以他就是很很包